黄永胜不适合率军入朝 我要换一个人上 在1950年7月召开的中央军委会上 林彪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 顿时与会众人面面相去 随即小声议论起来 要知道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 尤其考虑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复杂性 更不应该在关键时刻更换重要将领的人选 然而林彪却对此十分坚持 并且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最终毛主席听从林彪的建议 为十三兵团司令员一职 重新拟定了人选 那么黄永胜到底是何许人也 中央为何要调他入朝 林彪又为何坚持要换掉他 林彪的推荐又是谁呢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 既方便浏览网期内容 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 1950年新中国建立一世百废待兴 但动荡的外部环境 却没有给我们埋头发展的机会 6月25日 我国东北方向传来炮火声 朝鲜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打响之初 北朝鲜人民军与南韩部队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多年苦行经营 北朝鲜人民军兵强马壮 势如破竹 而南韩部队却如一畔散沙 其领导人李承晚也毫无魄力 不停后退 最终就连首都汉城都拱手让跌的 北朝鲜人民军 然而美国的加入彻底改变了战场局势 9月15日 美军在仁川登陆 致使北朝鲜人民军 流失了大片攻占的土地 三八线也岌岌可危 志得意满的美军一再前进 甚至将军队开到亚鲁江附近 派出飞机在东北地区的领空盘旋 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为此 毛主席置地有声地提出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各级将领也做好了入朝参战的准备 然而军中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其中的典型人物便是林彪 他认为 中美实力相差悬殊 贸然开战可能会影响我国的发展建设 事实上 林彪的担忧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毛主席的决定是综合考虑战争影响和国际政治格局的 无疑更加高瞻援助 当然了 林彪虽不赞成出兵 但抗美援朝决议形成以后 他还是积极参与前线的部署 考虑到朝鲜半岛的气候条件 地形地貌 与我国东北地区较为接近 周总理提出 可以让长期五居东北的四叶前往 林彪也挑选出其中精卫的十三兵团 作为入朝参战的先头部队 不过十三兵团司令员的人选 却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本来该兵团是在1950年 是由黄永胜任司令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黄永胜都立下了赫赫攻军 让他率领军队也无可厚非 然而就在军委会议上 林彪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我要换一个人上 林彪此言一出 令众人始料未及 毕竟黄永胜已经在战场上 证明过自己的指挥能力 但林彪却相当坚持 他指出 黄永胜在行事判断和组织纪律 两方面有所欠缺 最终十三兵团司令员一职 也改由邓华担任 说到这儿 可能有朋友会好奇 黄永胜到底有何功绩 林彪所提到的欠缺 具体是指什么 这一切还得从黄永胜其人入胜 1927年9月 秋收起义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打响 香港边界的革命之火被彻底点燃 起义过程中 一个衣衫单薄 体型销售的年轻小将 吸引了毛主席的注意 经过询问 毛主席得知 他的名字叫黄绪前 之后毛主席辗转来到江西井冈山 并于1928年4月 与朱德陈毅所率的南昌起一部队会师 红四军也由此诞生 然而会师不久后 国军便派了一对精锐 向井冈山发起的突袭 就在这时 黄绪前突然站了出来 他没有寝食上席 便主动率领着一个班 与敌人展开周旋 在他的指挥下 一个班的士兵竟迸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力量 不仅击腿的来敌 还在追击过程中 歼秘了不少国军 战后 毛主席大为振奋 对黄绪前进行了着重下降 不仅如此 毛主席还给他改名为 黄永胜 就这样 黄永胜在红军中开始斩斗投降 后来黄永胜的确没有辜负毛主席 百战百胜的期望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 他在林彪的指挥下 带着一支小队迂会穿插 击击溃了强大的国军第十八师 并活捉师长张辉赞 在长征过程中 黄永胜同样立功无数 红军抵达山北后 他已是红军一军团四师副师长 如果说土地革命令黄永胜站稳脚跟 那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便是他展现指挥能力的舞台 抗日战争期间 黄永胜担任 进查几军区 第三军区副司令员 在历次大小战役中 都有他的身影 解放战争打响后 他更是成了林彪 挥下的一员猛将 1947年 他便率领着东野第八宗队 在辽西三战三节 以不占优的兵力 将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荒而逃 倾此一意 就连林彪也忍不住称赞道 这个八宗还真有点主力的样子 可见黄永胜的军事能力 得到了充分认可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 他被任命为 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第十五兵团司令员 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然而在抗美援朝的重要关头 林彪却果断撤下了手中这一挨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黄永胜虽然功勋卓著 能力拔群 但在指挥大规模战斗 正确判断战场行事方面 仍然有一定的虚憾 比如说在1946年1月爆发的第一次 承德保卫战中 见敌军来势汹汹 黄永胜一乡不发便撤退至赤峰一带 这一下子负责既热辽军区的 程子华与萧克 都对他产生了严重不满 面对斥责 黄永胜只好低头认错 虽然敌我力量的确悬殊 但作为军人 理应执行上行命令 拼尽一切力量完成任务 而不是见识不妙便留之大吉 这便是林彪对黄永胜和苟放心的主要原因 毕竟美军和我军曾经历的所有敌人都有所不同 美军兵力比国军还要多 装备比日军更加精良 战争之初 我军必然处于被动局面 因此指挥官的毅力便显得至关重要 黄永胜在这方面显然有所不足 除此以外 他的纪律性较差 也导致他无法彻底获得林彪的信任 早在红军时期 黄永胜就是个出了名的暴脾气 在士兵犯错时 他不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处理 为此 毛主席和聂荣真都对他进行了多次教育 这才让他暂时收起了火爆脾气 不仅如此 黄永胜贪图享乐的程度 在解放军中也相当罕见 我们都知道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各级将领都是贫固出身 以一厢热情走上了革命之路 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 他们甚至能将个人生死置之路外 但黄永胜却不同 在战争之余 他经常外出寻翻作乐 不难看出 无论是重压之下的作战 还是个人的纪律性 黄永胜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让他领军入朝的话 一旦出了什么差错 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林彪这才主动将他撤换为邓华 和黄永胜有所不同的是 邓华一生沉稳 处世周到 是军中有名的儒家 1910年 邓华出生于 湖南郑州的一个书香门帝 在家庭的熏陶下 他自幼爱好读书 15岁那年 便考入了长沙岳云中学 后来又在南华法政学校深造 在校期间 邓华首次接受到进步思想 也是由此开始 他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在校内 他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 虽然时常受到学校警告 甚至面临退学的风险 但他仍不退缩 坚持传播革命理论 建一业而知秋 邓华坚毅的性格 从早年间的经历便可见一斑 1928年加入红军后 邓华便随朱德来到秦冈山 此后 他历任第31团 一营营伟干事 第三纵队 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务 为红军的早期建设 贡献了诸多力量 凭借着这些傲人的攻击 长征技术后 邓华已是红医师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 邓华首次展现了 自己过人的军事才能 1937年7月7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 日军在我国境内长驱止入 为了扬缓日军攻势 八路军115师 决定在平行关一带设服 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当时邓华正担任 115师685团政训部主任 战役大下后 他与团长杨德志通力协作 与日军大名鼎鼎的板原师团 进行了一场熬战 最终由于邓华指挥得到 685团虽然在实力上 与敌军尚有差距 但却毫不胆怯 不仅击击了敌军的进攻 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平行关一役 八路军累计尖敌一千余人 在早期的抗日战场上 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而邓华的军事能力 也由此开始为人所熟知 解放战争开始后 邓华更是高歌猛进 无论是在辽西地区 连下五座城池 还是在黑山一带 为奸料要乡军团 亦或是解放战争后期的 海南岛战役 他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因如此 建国后他还兼任了 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而抗美援朝前夕 林彪又临时将他抽调为 十三兵团司令 而在接到任命后 邓华没有片刻犹豫 当即从广州奔赴东北 开始接替黄永胜的任务 最后他又对东北边防军 做出了细致的部署 时刻准备着入朝作战 十月中旬 在十三兵团开往朝鲜半岛前夕 林彪曾与邓华有过一番交谈 谈话中 林彪发现 原来邓华对麦卡瑟早有研究 十月十八日 邓华在志愿军总司令 彭德怀的带领下 正式踏足朝鲜半岛 随后他便指挥部队 打出了激动人性的第一次战役 他明白 麦卡瑟向来狂妄 对于武器装备落后的志愿军 更是不放在眼里 所以他便利用我军在长期革命中 形成的游击战战术 利用迂回包抄等作战手段 对美军进行了严厉打击 第一次战役 志愿军贡献敌 一万五千余人 邓华的战术设想 已得到了初步印证 此后他更是连战连结 在1951年6月10日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 朝鲜局势已被逆转 美军建立的优势 也荡然无存 当然战争还是残酷的 比如在1952年10月份 打响的上甘岭战役中 中美双方都派出了 各自的精锐部队 其激烈程度 已经超过了 二战时期的任何一次战役 不过面临艰难的局势 邓华仍旧咬牙坚持 并最终取得了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此后 美军已经彻底 失去的作战情形 只能被迫于志愿军 进行停战谈判 在双方的船枪舌剑中 邓华再次发挥了自己 如像的风采 在谈判桌上 为我国取得了巨大优势 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也都看出来了 林彪 林郑换将 虽然不符合常理 但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后来的事情也一再证明 他的做法 为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了 尽管在抗美援朝中 林彪 邓华和黄有胜的贡献 并不相同 但他们都是军中名将 也是经过血 鱼泪 淬炼的革命将领 他们的精神 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